主料,南瓜1000克,面粉500克,鸡蛋2个,豆瓣酱3勺,补量,油,葱,水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南瓜洗净,切至根部,切成小块,放入蒸锅,盘水下锅,上汽后蒸15分钟左右,蒸好的南瓜放量后,加入适量清水和面粉,揉成面团放入, 放入压面机,一压成面条,水炭后将面条煮熟,盛放在碗中,锅烧热,放入适量植物油,加入葱花爆出香味,打入搅拌均匀的鸡蛋后加入豆瓣酱,嚼在煮好的面条上,撒上适量葱花即可,烹饪技巧,面条的面要可得硬一点哦,便于压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方文字幕志愿者,ốede政治,趕快乐,打入搭 didなrea te duz 但也于火花即可,必须填工程会封 obraz sewa motu.tv.tv.gm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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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